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次来了一场7周年 vs 8周年的大对接啦 7周年的两张 8周年的两张 同样都一会有入队啦 然后剩下再带上其他角色 这双人这边的话是26年7会 然后红尘双人这边是25年11会 不过他的连结没有练满 实在是找不到了当下 所以就拿出来用啦 然后结果成绩其实是还不错啦 不影响整体的发挥 不影响整体的发挥 那么战场的关卡来说就是 红区 瑞丸 然后接着红区 瑞丸 Max两连战这个样子 OK 那么初登场方面 我们8周年队的顺位看起来好像比较好 在第一回合上 可是另外一位这双人是在7号位 所以等一下还需要再轮转多一轮啦 然后红尘双人7周年队这一边的话 也不是很理想 还是需要再调顺位 那么第一回战这方面 看是哪位会先行打架 哦哦哦 GT双人看起来火力比较威猛无比 然后这双人的气力调因为没满的关系 只开了一发必杀就没了 然后在辅助角色上面的话 8周年队会比较多一点啦 总共有3张 技术的极限北极多 然后达猎师 再加上我们的新手悟空 而红尘双人 team这边就只有我们的 那个超三 马达克 诶一个50%的辅助之外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主打手啦 诶 那么在整体的输出面上 或许在7周年这边会比较理想 不过因为才刚开场 还需要一点的时间来调整 然后8周年的第二回合 超级烂的顺位 哇哦 这边真的是有够亚美 只要一个必杀应该就会上天了 如果打来打猎师身上 OK好我们的红尘双人 诶诶诶哦 把攻防给叠上来吧 诶哦还在第一回合还没打过去 哈哈联机太多了 诶联机太多 所要花的时间非常的多啊 好那么终于来到第二顺位 剩下三格血 诶在刺图方面不要浪费时间啦 OK打猎师通关不了 哇真的是开在打猎师身上 那个血量到底会飞到 进入多么残念的状态 三十万直接压到半血以下 诶 差一点点 还好还好那个赛鲁的血量 没有到那么夸张 赛鲁的攻击力没有那么夸张 要不然就直接灭掉了 哈哈哈 不过一半也是得意义啦 当个回合有三张的辅助在啦 不然的话可能就升天了 OK我们的八周年team先行通关啦 嗯在动画上面感觉就是 两边都非常花时间就是了啦 好那么进入了第二回战 哦直接开了加工道技 那么就是要火力全开的意思啦 但是我们的 这张人还是没办法满气 还是只有开到十二期的必杀 哦我们的七周年队刚刚解决了第一形态的赛鲁 进入了第二阶段 而八周年这一边已经开打啦 嗨 彗星还没跌满 才跌了20% 因为没连击 那么我们的GT双人947万 哎 又是赤不勾足的小悟空 哎被打一下 先 被先攻我们的小鸟悟空 全属性效果八圈 所以火力方面不需要担心 然后GT双人这一边 哦啦 不断的连击 彗星 哟 这个火力就不一样啦 哎 然后我们的小鸟悟空 八百出万的输出嘛 嗨 哎 完完全全的可以打得到 没有问题 嗨 红神双人731万 哦在初始火力上面 七周年队没八周年那么那么高 可是因为可以无限叠攻防的关系 在变身之后 所达到的攻防加成会更高 可是这个就以打快速战为 以决战为主的话啦 还是火力 初始就直接越高越好啦 比较能快速的打过去 OK 因为克属的关系 我们的八周年队 先行的把第二形态赛鲁给解解 然后我们的 GT出现啦 这边就可以带来非常大的火力 但是打猎死这个克药仔克药啦 诶 又是一个变身动画 浪费时间 让我们的七周年队有一点点的希望 我啦 小悟空 全看你表现啦 能不能 直接三连必杀 把第二形态的赛鲁给带走呢 好 诶 那么接着继续看下去 看一下我们的八周年队 能不能拉下这一剩 继续的保持领先吗 诶 小悟空 持续的 连击 错 OK 确实是三连击 把第二形态赛鲁带走 那么 接着 追上来啦 同样进入了第三阶段 哦 我们的 两个连接非常不理想的 七周年 带在了一起 嗨 诶 果击大 必定会星 诶 OK 这个火力 但是就 没有连击 哦 哦 哦 竟然超高确立 没有回避 果击大 诶 250万 好痛 那么 这边就是 我们七周年队的希望啦 诶 这边因为顺位不理想的关系 拖慢了一些些 那么这边就是 让七周年有机会啦 然后现在我们的 蓝神双人 克属 火力 哦 会星一击 nice 完全就是 追上去的机会啊 这边 看看发展会怎么样子 诶 626万 哇 全会星 nice 一直会星 一直爽 哈哈 好那么 诶诶 雙人这边也在继续的追击 哇 这这两个周年对接的话啦 不管是七周年还是八周年啦 他们连击的次数都非常多 一直连击 一直爽 一直会星 更加爽 哎 哎 狗鸡大 同样也是打出了会星 但是这双人 50%的会星 没有办法触发 哎 然后轮到我们GD双人被克属 但是只要会星发动 脱 哦 没有 给了七周年一点点的机会 但是就八周年方面啦 目前来说一直在领先状态啊 完全没有被 七周年拉近的感觉哦 新手悟空 能不能 然后我们的 红神双人 哎 新手悟空差了一点 没办法直接解决 然后那边来到我们七周年的机会啦 OK 七周年队伍 初次领先 初次领先 我们的八周年 先行进入了 第四回战 但是这一边的顺位 似乎没有太理想的状态哦 OK 铺马再加开 哎 攻防上升 然后轮到八周年 OK 会星一击 K 哦 也是追上来啦 哦 赛鲁先行必杀 哎 这一关的赛鲁啦 巨大化这边 蛮 长 先行必杀的 蛮长先行必杀的 OK 八周年队 哎 也开了一个铺马 队 人造人间的时候 我们的乌犯啦 高确立会星 所以七周年队的优势也是很理想的啦 哎哎 然后 男神双人 哦 GT双人 哇 这边 太富 场面了 有点混乱 看到我头昏 这个动画实在是太爽了 然后 我们的GT双人处于克属状态 所以可以很好的打输出啦 但是 男神双人这边 似乎就 火力全开啊 完全不给八周年有追上来的机会 难得抛开了 当然是直接 继续的把战创拉开啦 扩大游试嘛 好 哎 我们的 七周年队 先行进入最后阶段 但是八周年紧追直上 同样是来到了最终结战 OK 我们的七周年 直接一个主动剂 请过去 再来 没办法 哎 血量不管是敌人 还是我方的血量都不够 导致我们的 导致我们的 蓝神双人 没办法 开主动剂 然后 八周年队 因为 Standby SKILL 所要花的 动画时间实在太长了 所以在这个关卡上 这个对接上是不会使用 一个 Standby SKILL的啦 因为要看动画 没办法 SKIP掉 那边太拖台钱 好 哎 这边 我们的 狗鸡大 发挥的很不错 然后 七周年 七周年 team 哇 Kill 这双的 1340万 配上50%的会心 628万的 七周年 八周年 会心 哇 1300万的会心 实在是有够 大了 这个 追上去追上去 哎 有机会哦 然后要轮到狗鸡大 哎 超市狗鸡大 全属性效果拔群 文件就知道 卡米哈米哈 哎 不过老实说 在整体的动画演出上面 七周年 确确实实是 更优胜于 我们的八周年 像这边 我们不是 两边一直这样看嘛 我觉得 七周年的那个演出 真的是太棒了 对比起八周年来说 OK 八周年的 这双人 持续的会心 就算是被克手也无所谓 哦 乌饭 超二变身状态 然后 转猪量又足够多 8颗猪 nice 这边的话 哎 这八周年这边也是跟上来啦 那么 这边就是会决定 第一场战的 我们的 先行 优势在 优势在 到底会在谁的手上 我和 火雅库 卡米哈米哈 先行出击 好了 会心 没联机 那么 我们的 八周年 推 难道 又要反超 被八周年队 反超了 好不容易 拿下了 领先 竟然被反超了 乌饭 你竟然这么不给力 OK 我们的八周年队 直接进入了第二回战 来到了 Cellumax 关卡 然后 七周年队 颈椎之上 插了那 最后的一次 一下攻击 乌饭竟然不联机 真的是完全不给面子啦 但是来到了这一个就是 比拼输出的关卡 哎 这边就更加的 激烈啦 因为这边就是 可以疊攻疊防的角色 然后 输出 会越来越高 完全不会因为敌人 被KO掉而少做到输出之类的 就是一条血打到底啦 就看谁能更快 把血量给压下去啦 OK 第一回战 因为乌饭是对人造人间有特攻 彗星的关系 这边算是 小小有一点点的 优势吧 但是我们的这双人的 50%彗星 非常的给力啦 尤其是 彩星好友的火力 会更加的爆表在这边 然后因为属性优势 如果可以达成的话 那么带来的输出伤害 又会更加的夸张 好 这边就是红神双人 磁吸数击 现在 八周年跟七周年 各自打掉了一条血 不过以 现阶的情况来看的话 消耗的血量比较多的是七周年 一阶段啦 嗯 多消了半条血左右 哦 狗鸡达 我们的八周年队 还有一个狗鸡达 还没输出 那么这边就会获得更加的 更加多的输出啦 实际上说在 动画演出再加上 这个时间点的情况下 目前 哎 七周年至于稍微领先的一阶阶啦 对 等下我们看下去哦 OK 巴达克因为本身克属 所以就是 必定能造成相当不错的输出 再加上必定连击必杀 这样的话就一千两百万的输出 后我们的八周年队 有一个达猎丝的辅助在 可是 因为达猎丝会被CELUMAX克属 说不定会被打到半条命去 呵呵呵 歐拉喲 GT上了 歐斯 不過在整體的動畫演出的優勢上 七周年隊應該會比較理想一些吧 像超商巴達克啊 好像只有超商巴達克一個是演出比較短的 而在八周年隊反而是達烈斯 極限白吉島跟新手悟空的演出好像會比較短一些些 在演出上面真的是 一周年慶的兩個角色的演出都非常久 大概要11到12秒左右每一次的必殺 所以會拖得非常多時間 全看直接的輸出啦 已經消掉了三條血了 我們的八周年 七周年在經歷超商巴達克洗禮之後 已經是耗掉四條血 但是在整體的優劣度來說 目前八周年好像不會缺太多 也是同樣打掉四條血 不過達烈斯應該沒辦法耗登多吧 但是下一回合八周年 因為有在ZX雙人存在的關係 又對上之屬 那麼可能就是分差點啦 說不定八周年就在那一個回合直接反超了 接著我們看下去 OK 八周年先行的進入了第三輪 明明是七周年先行進入第二輪 反倒是 八周年team 最後轉移了 讓八周年team先行進入第三輪 好可惜啦 動畫演出差這麼多嗎 OK 這邊 Begit在前面一號位 提供了30% 60%補助了 再來連多一個必殺 90%補助 這樣子的話 ZX雙人可以獲得 總數120%的輔助啦 前後馬 然後小鳥悟空這邊 全屬性效果拔清 對上之屬 照樣可以造成輸出 然後ZX雙人這一邊 灰星 836萬 超級給力的火力 直接反超了我們的七周年team的整體輸出了 這個真的是 因為不是算回合輸 而是看血量的關係 真的是超級的期待 他們的那個血量一直消 刺激 霧泛的灰星也很給力 但是整體的輸出還是輸給了ZX雙人 霧泛 但是我們後尾還有一個小悟空 真真正正的七周年王者 在這一回合上 可以幫忙消的非常多血的 小悟空 590萬 看有沒有機會三連擊 好 新手悟空這邊出手 百波回攻 剩下兩格血啦 剩下兩格血啦 我們的八周年 那麼下一回合 絕對是可以同 在目前的情況來 來講的話 八周年已經是完完全全的領先 於我們的七周年team啦 那麼接下來是重點啦 但是一個 果吉大變身 稍微浪費了一點點的時間 反倒是我們的七周年先行進入的狀態 OK 主動技 變身藍身雙人 再來 主動技一發 再配上有 超三巴達克的輔助的情況下 OK 現在 不管是七周年還是八周年 他們的敵人 ZM的血量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 接著就是最終的決戰 到底誰能 拿下最後一勝 七周年 還 還在赤豬 目前已經壓下血了 壓下血了 我們的八周年 OK 果吉大迴避 這個是重點啦 重點中的重點 OK 我們的七周年跟八周年同時出手 都是一千萬以上的輸出 YES 兩倍都是 530萬 615萬 ZZ雙人 只要彗星 只要彗星就能收掉啦 因為是被剋死 所以彗星是非常重要的 哇 來了 來到最後一刻 終極決戰 就看誰的動畫比較快了吧 全部都剩下最後一下的那個狀態 八周年的動畫演出比較快 先行通關 然後七周年差了一點 打不死 八周年 八周年拿下了勝利 YES 然後我們的紅神爽人 補上了最後一下 欸 七周年隊也同樣就 晚了一些些 達成了最終的勝利啦 哇 哇這一場真的是啊 從 拋開 欸 追上 又再被拋開 再追上 最後好不容易七周年 又追到同個起跑線的時候 沒辦法 最後的火力速度上 稍微輸給了八周年一些些 被八周年先行拿下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秒數啦 差得非常的接近吧 只差了那六秒 就是差了最後的一發必殺吧 哇 這個真的是 七周年跟八周年的表現都非常棒啦 而且整體的火力啊 都是很優秀的 嗯 不過在七周年這邊 因為超市雙人的關係啦 他的連接沒這麼優秀 站在三號位 沒辦法做到最大的輸出發揮啦 而反觀我們的八周年的GT雙人 跟ZX雙人的連接是很優秀的 兩個站在一起 可以發揮出最大的火力值 嗯 然後在第一站的時候 其實也是我們的八周年啊 會比較快了一點點 同樣也是差了那一發的必殺的影響啦 那麼最終的成績就是由我們的八周年 給成功拿下啦 那麼這一輪 是沒有把極限在覺醒的五周年給擺進去了 之後會把五周年同樣拿出來做一個大對決 好 那麼這一次的決戰 就由我們的八周年獲得了最終的勝利 歐美得都 OK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能看得愉快 拜拜